帶走的 這個就是蘭里排園的方法 好,接著我們看到右邊 右邊的這排族 四看來都比較白 四五途就是海傑東 好,同樣的 海傑東這邊也是西海水 他也需要排園 海傑東族排園也跟各位分享 好,我們看一下海傑東的葉子 海傑東的葉子是一體兩面 一邊的光滑矗粒 這一邊是專門巡光的中用的 至於它的葉片是灰白色的 灰白色這個地方不把密研線底 他們把多彩人物就排到葉對 灰白色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到灰白色這些東西 都是原來接近 非常的顯 好,這個地方就是海傑東排園的地方 這間的就是小白路 好,如果你看到它的腳是黑色的 最怕是黃色的 這次呢就是中白路 或者是大白路 所謂的白路是小白路、中白路、大白路 它是三種不同的兩種 好,右邊的朋友注意一下頭 好,請各位看到我們的鄭前方 鄭前方的專長上面寫著五個字 寫著黎金吉遺址 好,所謂的黎金吉在青草這個地方是一個海關 站地大概一公里的範圍 都是海關的辦公場所 在當年,所有通過這邊免燒竹啊 都必須要停留下來 接受海關員的檢查 他們從你所運動後當中 他必須抽起你千分之一的菜 他們男生的水 來自我們處罰港需 運升 跟整理整頓的一個機會 還有海關員會到船上 來檢查船上的乘客 看看你這個船裡面 是我帶有偷渡客 早期朱花港溪往北 還可以投到七股的博物在港 目前北側這一端 如果不是佩林遺溫 就是鹽田 可以說整個的荒退掉了 因此呢,我們行程近輪到這個地方為止 現在我們要回航了 好,我們看到右邊 右邊的樹冠上 看到樹冠上長的爬藤類竹 來看一下 好,這種爬藤類竹 我們稱它為山葉魚藤 這是早期漁民的補育工具 他們把山林藤取下來以後 用石頭把它搗萃 然後將這四肢就灑在水裡 好,當魚油夠以後 吃了麻醉劑成分的四肢以後 這個魚藤就自動浮上全面 所以我們這七年一起可以做到魚來使用 好,不過記得要吃錢 好,要把它們的內臟先行拿掉 或者人吃下去 人照樣會中毒 這個呢就是補育工具 山葉魚藤 好,這邊的螃蟹 右邊的洞稍微看一下 洞都有螃蟹 這是手搬船 可以享受到特殊的待遇 再往後呢 這個 這個修民族現在都要進洞 一直到這個傍晚 它才會再出現 好,接下來我們介紹綠色隧道歷史 這個地方在民國77年 當年台灣省政府 把這個地方列為紅樹林的保護區 就從那時間點開始 大宗廟就開始斬立斬盾這條水上綠色隧道 一直到民國85年 我們開始對外開花 一直到現在 這個就是我們綠色隧道的歷史 主要特別跟各位來推薦一下綠色隧道的特色 這個地方每年五月份開始 我們綠色隧道裡面的海啟洞 會開滿著黃色的花 六月份 我們這個藍裡會開著白色的花 所以各位,如果在這個時間點來到綠色隧道 你就可以聞到非常容易的花香味 而且整個水面上鋪滿一層白色的花瓣 非常漂亮 還有市的底下鋪滿了一層又一層的蜘蛛 整個市民精細連連喔 前面這邊倒影是蠻漂亮的 各位來這邊拍照片 這個記得水中的倒影要多拍 要多拍 因為往往水中的倒影拍起來很強 奇怪的土塵鄉為什麼有勾 為什麼有母的區別 怎麼看 外面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不過左邊在土塵鄉開花 像麻麻蟲一條一條人 右邊在土塵鄉開花 像蜘蛛一串一串的 公的呢開花不會結果 你的呢開花才會結果 好現在我們看到一點中方向去 這水鼻仔三個字 水鼻仔 好這幾個水鼻仔呢 我們是從台北淡水把它移植下來種的 已經種了16年才長成這樣 水鼻仔最難寒 台北淡水關渡兩岸所看到的 全部都是這種水鼻仔的天下 其他種類的紅樹林植物 你在台北你就看不到 因為其他的紅樹林植物 比較不耐寒 台北的冬天比較冷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適應 因此你在台北就看不到藍梨 看不到五梨植 好來我們看到右邊 右邊的這排叫黃錦 黃錦 黃錦不屬於紅樹林植物 它屬於紅樹林的半生植物 黃錦呢 這個早上會開著黃色的花 經過入燥以後呢 效果慢慢變紅 到了傍晚他們就掉下來了 他們的壽命只有一天 因此呢 我們又稱它為一日花 好黃錦的黃花可以吃無毒 好 這根黃錦呢 因為它這顆是無毒 所以它葉子 我們可以拿來當果葉用 因此呢 它的名字又叫做果葉寺 記得早期阿公阿嬤要吹粿 他叫我們去蠻粿 我們說蠻粿粿粿就是這個 好來小白鹿 小白鹿 好 好 好 左邊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蠟巢 好仔細看還可以看到蠻粿粿 好 黃錦右邊果葉寺齁 吹粿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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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粿有了 好,請教一下各位,黃錦葉子除了當過一樣,還可能來做什麼用? 有人知道嗎? 好,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我們說正面 這個學校的正面 我們就是拿來蒸過 它的背面呢 我們就是拿來蓋蓋蓋蓋,知道嗎? 當過身子的替代品 好,在早期呢 尤其是鄉下 很多家庭都會種這個黃錦 種這個黃錦的事 右面拿來當果葉 要蒸過用 右面也拿來當衛生紙 在早期這是最環保的衛生紙 好,現在我們請各位來看到右邊 右邊呢,這一個陸地 好,這個地方就是台灣的第一股戰場 就在這個地方 台灣第一股戰場 好,我們都曉得台灣最早是河南岩統治的 到了西岸1661年 鄭成功帶兵攻打台灣 當年 鄭成功的大軍就來到右側 在這裡跟河南岩發生一場 遭遇戰 這場遭遇戰 鄭成功在這個地方 把三百多兵的海南軍兵 全部把他們消滅掉 因此 本來就在隔年 西岸1662年撤退 離開我們台灣 除了台灣 就由明朝 鄭成功來統治 好,這場戰爭 最後就改寫了台灣的歷史 也改變了台灣人的命運 所以身為台灣人 有必要記制這段歷史 右側這個地方 就是台灣的第1古戰場 各位今天來到這邊 看到的是幾乎大部分都顧遠了 這個失敵日的颱風吹襲以後 這邊光凸凸的一片 非常的醜 非常難看 雖然時間不太長 不過現在基本上 這些事業都已經慢慢恢復了 好,接著我們介紹右邊 右邊的這間廟宇 這間廟宇叫大宗廟 這是一間300多年歷史的廟宇 裡面首拜的主持我們稱它為正海銀帥 正海銀帥是道地的台人田 他以所有台灣田來官做的最大 曾經做到台灣總兵 後來又做到廣西提督 往生了以後 晴侯皇帝又反而追踪為正海銀帥 就是我們大宗廟所拜的主持 非常的靈驗 建議各位等一下下船有時間 我們不妨到廟宇來參拜一下 這個顏色會保佑各位國家平安 身體健康 好,現在我們請各位來看右側 右側的這間白色建築物 就是我們的某鄉金城內館 裡面呢 然後裡面呢 對某鄉金的標本 還有一些螃蟹貝類 以及蟹麵的鬆雞在裡面展示著 歡迎各位這邊等一天來下船 拿著我們票端 可以到這裡面 免費來參觀 我們裡面的聘請會專業解除老師 這裡面會各位服務 我們看到右側的這個牆角下 看到這兩隻鳥叫什麼鳥 右邊這兩隻 黑暗皮鹿 好,告訴各位黑暗皮鹿已經來報道了 昨天我已經看到14隻 在七股黑暗皮鹿保護器 所以各位想看這種人 可以到七股黑暗皮鹿保護器 來觀賞 已經來了 已經來報道 好,各位嘉賓 今天我們整個行程在這個地方要告一個段落 好,今天非常感謝各位嘉賓的理念 來,我們請各位雙手 來給我們船長一個最熱情的掌聲 謝謝我們七 辛苦的團長 謝謝 好,謝謝 團位 Thank you 好,團位停頭之前 請各位不要站起來 當船停好了以後呢 馬雲哥將我們身穿的救生衣 拖下來 逛在我們岸邊的輸送袋上 然後呢 從我們的左側上岸 從我們的左側上岸